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卢秀芳 赖月谦 世界越来越卢 赖老师这是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一集 好重要 我们为这个节目呢 想名字想了很久 因为最好是把我们两个的名字 牵进去 都拉进来 对 所以怎么会变成 越来越卢 这个卢有点反映台湾现在的现状 就是不讲道理 对 其实卢我们要跟海外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可能不太理解 我们台湾人都知道了 你这个人好卢 你怎么搞得发起脾气来这么卢 卢的意思就是 有点牛 这不是大陆用的那个 不是那么好的牛 好的牛 是说你这个牛脾气 你这个驴子的脾气 不讲理 或者是你不讲理 耍赖 对 无赖耍赖 这个都是卢的意思 然后 又卢又赖 这个还蛮不错的 又卢又赖 好像又可以改 不 我们应该还是先按照我们原来的名称 但 现在这个世界确实好像真的越来越卢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 好像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对啊 然后全球的领袖好像也越来越卢 对 现在卢好像变成一个趋势 卢才会当选是吗 卢会落选 卢会当选 他先当选以后就落选 卢秀燕会当选 对 卢秀燕会连任 对 好 我们言归正传了 我们这个节目呢 分享好几个主题 那么今天第一个主题呢 我们就来谈谈最新的消息 叫做本周最卢 对 本周什么最卢呢 赖老师你看看 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内气氛 大概就两个嘛 一个是疫苗之乱 对 一个呢是莱猪之乱 对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比较卢 我觉得都一样卢 但是一定要分出重量的话 我觉得莱猪非常的卢 这个不行 因为我们2021年 是我们的莱猪元年 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是莱猪元年 这可分 其实你知道 大家都讲莱猪元年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你这个好像是要把它攒头的感觉 很想啊 谁想吃啊 我觉得莱猪元年 应该有个指标题 它应该叫做我们台湾人不如猪元年 是不是 因为猪不可以吃 猪不能吃莱克多巴胺 但是我们人可以吃 在台湾呢 还真的是人不如猪 好 我们先来讲一讲 当然现在呢 大家最希望政府能够做的 因为你已经要开放 就是成定局了嘛 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不用再卢了 这也是卢不出结果 所以呢 至少 台湾人最卑微的要求 标示清楚总可以吧 不行 这样也不行 不行 你还真卢 因为 因为民进党蔡英文说 这不符合国际管理 对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政府呢 也很有趣 它还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标章 我要先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的标章呢 现在大概没有100种 也有个十几二十种 但是哪一种最可信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太多了 很怪喔 对 因为政府的标章太多 有标跟没有标一样 而且呢到处可以买得到 而且你还可以到 听说可以在网路上可以用钱 也可以买得到标章 其实也不用钱啦 你知道这个卫服部的标章 自己印啊 我看到这个 对 上网下载自己印 不用钱 都不用钱 自己贴 都可以 你看任何人可以在网路上下载 也就是说呢 这什么概念 这没有公信力嘛 就是我想下载就下载 我想贴就贴 对 但是 你爱弄几张弄几张 爱贴哪里贴哪里 但是我怎么确定 我消费者我怎么确定 你这家商家贴的 是你一定没有呢 就没有办法啊 就没有办法确定啊 那我们 你讲的应该是另外一种 农委会 农委会的这个是比较严格的 农委会的这个标章 业者需要申请认证 然后呢他也不用百分之百 台湾猪也可以认证 所以讲到这个 你会不会觉得越来越乱 那这个农委会 应该是我们国内的养猪 农的养猪 是绝对不可以用 莱克多巴胺 可是农委会管不到 国外进口的猪肉 有没有含 莱克多巴胺嘛 你一句话呢 突破盲长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看到 台湾的这个标章有多乱 虽然这个政府部门 有农委会 有卫福部 大家的执掌不一样 但是你看到很奇怪 平平都是政府的标章呢 卫福部的标章 竟然不需要完全任何的检验 它全部都可以下载 随便啦 你爱贴不贴随便啦 你就算是 说实话 我如果卖的是莱猪 我去下载了 我照贴啊 谁管我呢 又不用检验 不用检验 而且没有罚则 而且你违反的也没事 那这样的话 那有贴跟没贴 贴心安的吗 没有错 所以我就要问华老师 这个标章之乱 莱猪之乱 我觉得里面真是标章之乱 这个标章呢 好像不弄还比较好 弄了之后反而更惨 你不觉得吗 但是因为 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思考 因为我们的民众要求 一定要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蔡英文 一定要很卢的说 给台湾的民众多一个选择的权利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选择吃 莱克多巴胺的猪的这个权利 因为这蔡英文她主张的 你看这就很卢了吧 这句话 因为她说 我为什么要开放这个 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呢 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众问说 不对啊 我们长期以来都有吃这个美国猪啊 但是是不喊莱克多巴胺啊 那你现在一定要我们 吃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 然后蔡英文的意思是说 我给你多一个选择权 那台湾的老百姓说 我不需要这个选择权啊 蔡英文说 我不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选择权 卢不卢 很卢了 像我想我们海外的朋友 应该知道了什么叫卢 台湾的民众说 我不要这个选择权 蔡英文说 不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选择权 好 那台湾的民众 后来就很卑微的说 我们可不可以比照跟美国一样 就是有标示 蔡英文说 不可以有标示 因为国际惯例上是 不可以有标示 可是问题是 台湾的民众就问说 那美国人为什么可以有标示 反正就是不可以有标示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标 可以喔 那政府要不要标 也要标 那政府哪个单位标 都可以标 赖老师你讲完我真的觉得头越来越昏 是不是很乱真的很乱 很乱 但你不觉得这个乱好像是故意的吗 故意的 因为 我又不敢标示的很清楚 但是民众的呼声又希望我标 所以在我的民选的压力之下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我干脆让它乱算了嘛 反正我不是没有标啊 我都有标 我标在这里啊 随便你弄啊 有标示的标 跟没有检验的标 你爱哪个用哪个 这就是我民进党政府给你的选择权利 看你要不要嘛 而且他也给美国一个选择权利 说你美国人就不能找我麻烦喔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标 我没有标示他有函莱克多巴胺 我只是给你标示 他是台湾猪 台湾猪 台湾猪跟美国猪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我只要告诉台湾的民众说 这是台湾猪 不是美国猪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我怎么去证明说这是台湾猪呢 你自己标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莱猪的进口 我觉得大家就讲 莱猪进口政治学 我觉得这个莱猪进口 现在是一个三书的政治学 也就是说在这个政坛上呢 这算是一个最荒腔走板的例子 怎么说呢 第一个当然我们台湾人民健康书嘛 就无庸置疑的 进来之后呢 鱼木混猪 混杂在很多加工制品当中 民众无法分辨 吃进了肚子 但是十年二十年后爆发出来 这个球场上非常的困难 第二个呢 台湾的政府书 民进党 蔡英文夹着817万的高票当选 不过现在一直往下跌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个莱猪事件 我们看到目前它虽然还有五成的 左右的支持度 那是范绿的民调智库所做的 但就算是它还剩下五成 它的以选票来讲 大概已经掉了三四百万票左右 四百万票最少 对 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是的 第三个我觉得谁输呢 事实上我觉得美国也输 对 你不觉得吗 以前可以进口美国猪肉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民 其实以前算是亲美的 对 台湾很多流美的学生啊 回来等等带回来很多美国的观点 我们台湾人看美国的电影 台湾人呢很崇尚美国的时尚 没错 台湾人以前是亲美的 但在这一次的莱猪事件当中呢 我觉得开始有了些微的一些变化 你有没有发现 对 就感觉就是美国人 为什么强迫我们一定要吃 对 尤其是这个AIT 发表了几篇措辞强硬的声明之后 台湾人更觉得是怎样 是宗祖国吗 真的是美国爸爸吗 你讲到这一点 我就必须要讲一件事 对 就是卢秀燕 我为什么一定要讲卢秀燕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很客观的来说 谁 哪一个地方首长 在这一次的抵抗 就是我们讲的抵抗 莱克多巴胺让他的居民吃到 我觉得最有利的 排名第一的就是卢秀燕 排名第二的应该是柯文哲 台北市政府的市长 那为什么卢秀燕很重要呢 是因为它是顶在 风头的浪尖上 你知道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你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美国人的AIT的处长说 我们不要吃这个 这个美国会给你压力 但是除了美国给你压力以外 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亲美亲到不行了 他也会给你压力 所以民进党政府也好 还有他的党羽也好 或者他的伙伴同伙也好 或者他的立委也好 上上下下的就开始攻击你了 所以你看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肯定卢秀燕 就是说他知道他一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可是为了台中市民的健康 为了整个中部地区 为了整个台湾民众的健康 他必须要鼓起勇气做这件事 而他确实有最大的勇气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一块吗 因为AIT的这个新年贺词 还有他的那个 影片里面 独漏卢秀燕 六都里面独漏卢秀燕 所以这个卢还不错 这个卢 其他卢不太好 这个卢还可以 所以卢又真面词 这个又真面词 但是我觉得第二号人物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看柯文哲也敢说 我觉得他后面的跟风的 就比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排名第一的是卢秀燕 排名第二是柯文哲 那么其他的跟风的一看 整个台湾的民意都反对莱猪 而跟上来的这一些 就看起来就一般一般 但是最糟糕的是谁 主张吃莱猪的民进党的 这一些县市首长跟他们的立法委员 对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食安的问题 是一个贸易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政治层面 还有外交层面的解读 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来看 过去台美的关系 不管什么民进党讲的 史上最好或是怎样 说实话 我们台湾人真的是亲美的 我觉得真的气氛的反转 就是从这次萊猪事件开始 对 我感觉被欺负了 因为美国人 他以前卖给我们这么多的武器 当然说是要保护台湾 他的舰队在危机时刻通过台海 有一些镇定的效果等等 看起来他是照顾我们的 是不是 那是看谁 但是在萊猪意见上 台湾民众彻底理解 就是这个美国老大哥 给我们的东西是有毒的 就是你必须要吃 而且是他们不吃的 对 所以过去台湾人的这个亲美 我觉得这个氛围 是开始慢慢的转变 转变了 从这次萊猪事件当中 是的 我觉得我也看到很明显的转变 对 我觉得转变很多 在这次萊猪事件当中 因为第一个呢 他也转变了这个民进党政府 带给大家的观感 817万个高票 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代表着台湾民主 台湾民众是认同他第一任的作为 但这是他的第二任 都说出事就是在第二任 果然第一把火烧在萊猪上 而且呢烧得他灰头土脸 好 还没有烧完呢 还有其他的近代夏季